台美关系持续升温 AIT将8月定名为安全合作月 近期在脸书贴出许多台美军事合作的照片记录 广告台湾陆军航空旅官员穿军服到AIT办公室 与美军第25战斗航空旅进行视讯专家对话 众所瞩目的大法官试字第793号解释 不仅牵涉到党产条例相关条文是否违宪 更有关行政院党产会声称 基于转型正义 要将国民党及附随组织将近千亿元资产 移转国有的目标能否达成 今天大法官宣告相关条文全部合线 也确认党产会强制将国民党及附随组织名下资产 收归国有的处分合法且有正当性 江东部为了提升国民旅游意愿 实施的国旅补助安心旅游方案 原编列预算新台币39亿元即将告庆 江东部长林佳龙28日表示 由于安心旅游补助带动10倍的产值成效良好 已经在筹筹16亿元挹注 并滚动式减好 筹筹延长至10月底为目标来努力 中共肺炎疫苗研发进度再传捷报 学校署今天宣布 有条件核准联雅生气疫苗临床试验计划 及其可筛选受试者 这几天就能拿到核准癌 将成为国内第二家展开临床试验的疫苗业者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报道